我覺得在立法院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的立委敢提出這樣子的挑戰 身為一個無黨的立法委員 我在這邊 好,謝謝趙偉 我們有請蔡次長、中和規劃師的司長、高等教育師的專門委員 記職專門委員 還有原民會的副主委 好,請唱名的同仁 委員好 次長,今天要討論的是原教法第十條 涉及青年權益的年齡是由20歲下修到18歲的條文 而行政院送出審議的法案總共有33個 本席認為呢 今天在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裡面討論的原教法是這33個法案裡面最為重要的 那麼青年權益下修到18歲 我認為對國家社會有什麼影響呢 然後從教育的面向來探討這個議題 我覺得是最根本的 我有幾個議題想要跟大家思考 第一個,我們的社會環境準備好了嗎? 家長準備好了嗎? 學生的認知足夠了嗎? 體制的配套措施準備好了嗎? 教育體系該扮演什麼角色? 而在青年學子18歲以前的學習階段 教育政策有沒有提供完整的學習支持 而18歲進入到了大專院校之後 各大學做了哪一些因應的措施要來面對這一個改變 我覺得在立法院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的立委敢提出這樣子的挑戰 身為一個無黨的立法委員 我在這邊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 我認為一昧的來討好年輕的選票 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這是我今天要修這個法 我的一個看法跟見解 接著下來呢 我要讓大家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見解 最近在政大的PTT網站裡面看到了 大學端對於原住民的文化的認知的不足 以及歧視性的言論 其實不管是從校長到老師到孩子 我都覺得並沒有準備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近三年來教育部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我就以這個USR來跟大家討論 自從教育部推行了USR政策 我其實是抱著非常支持的態度 因為我知道 大學社會責任會有非常多的計畫 執行在原鄉和偏鄉 那麼就政策的面向來講 這是地方所需 也是大學必須的 同時呢 我們藉此也提供了七年學子在進入社會前 對於社會責任的認識跟實踐管道 而到底到底是什麼大學的社會責任呢 教育部你們端出的政策已經有到了第二期 那麼對於地方學校 學生有幫助嗎 我們來看一下計畫數量 第一期 107到108 有102個計畫是在大學 計值有118個計畫 總計220個計畫 那麼原住民部落有24個 總共佔了11% 然後第二期來看一下 大學提了112個計畫 計值105個計畫 總計217個 然後對於原住民部落有34個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期第二期 大學對於所謂原住民的這些計畫裡面 不少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些歧視性的輿論 然後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還沒有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官網上寫 關於USA計畫要聚焦社會議題 實踐永續發展 那麼執行在部落的計畫 真的確實點出了社會議題嗎 是不是有做了足夠的議題分析 還是因為原鄉和偏鄉既有的刻板印象 就提出這樣的計畫 我們來看舉幾個例子 目前執行的計畫裡面的文字喔 山區原住民是弱勢族 請問山區原住民的優勢是什麼 再來農業生產APP的設計 請問一下計畫結束之後APP誰來更新 維護推廣 所以我要講的是普遍的計畫都提到地方創生 然而地方創生又是什麼 如果連這樣的既定的對原住民的歧視跟不了解 那請問一下我們怎麼樣來讓孩子知道什麼叫做社會責任 然後我又問一下教育部 你知道部落裡面常租人口有誰嗎 然後在部落裡面從事的行業有什麼嗎 老人小孩公教人員 農民要不就是從事觀光產業的人 所以我們從所謂的常租的人口就可以分析出部落的優勢產業是 我舉一個北科大 北科大現在在殲石箱US2計畫裡面 他跟大家分享了過程還有困境還有改變 那北科大呢他提的是原住民部落安居構築和綠色樂業推動的計畫 為什麼會推這個計畫 因為北科大他收藏了出版了千千炎柱太郎的台灣高砂族住家調查的 策繪手稿的拳擊 所以他希望透過US2計畫在部落推動傳統建築 結合現代工法的建築實作 但是當他做這件事情他面臨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部落找不到合法的建築用地 第二個建築經費從哪裡來 這也是問題 所以呢他從到部落裡面去探訪之後他發現 這個部落裡面透過生態農法的技術交流 已經跟國內外建立了很多的交流關係 所以過去兩年雖然房子蓋不起來 但是北科大卻從部落最優勢的農業生產環境還有技術作為切入 他跟司蕾部落一起做品牌辦事集 還有社群網路 改善生產環境 同時在結合給北科大的 校友的資源推動了 食蕾友善 蔬菜品牌的行銷 所以呢 師生跟部落在這個互動的過程裡面 他 發現 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現況 他也發現 具有族群特色的農法農業生產環境的優勢 還有建築用地不足的困境 所以他的計劃核心的 安居構築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變成了部落再造 然後從改造高山市集一直到部落公共空間的營造 10天前看一下 北科大的師生跟部落共同努力 在漁老部落成立了實在好買的指販所 所以一個小小的建築空間 他坐落在整個堅實鄉的遊客必經基礎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US2計劃 你們如果僅限於大學提出計劃 如果大學提出計劃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甚至於多元的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或是理解不足的時候 你們要下修18歲 我是擔心的啦 所以我要講我們從北科大的計劃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農業的優勢結合學校 提供族人沒有的專業 所以他可以完整的推動部落的有序發展 那麼學生在這個計劃的執行 他可以完全了解部落的文化還有地方產業 同時還可以把課本裡面沒有學足到的建築專業實際 在部落裡面實現 對於原住民會有更具體的理解 那麼當然對於既有的歧視 刻板印象也可以具體的改變 所以拋開課板印象 所有的數據或者是準備的話 我覺得 一昧的討好七年選票 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所以在這裡我希望 原民會的副主委 當我們提到USR計劃 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計劃在原住民部落產生 如果原民會你們不跟他們一起結合 我們的經濟產業處不跟他們配合的話請問一下 這會做得好嗎 所以次長 司長 副主委 兩位專門委員 麻煩你們回去告訴部長 或告訴劉次長 我們希望 USR計劃要跟原民會一起合作 好不好 以上謝謝 首先針對於今天的提案本期先說明 李華陽琼瑩等17人 我們針對有三個案子 也敬請各位同仁大家來支持 動保法第五條第40條條文修正草案 年齡有20歲下修到18歲 這個定義也希望能夠成為世界的民主國家的一個主流 敬請來支持 另外 在我們的漁業組織法裡頭 第15條第15條第15條之一第53條 條文的修正也同步 將20歲來修正為 往下修到18歲 以符合這個 權力義務的精神 那還有一個呢 也就是農會法的第12條第13條第51條 修正條文的草案 那我們希望能夠將國人涉及在農會組織的區域內 參與農會組織的年齡 由20歲下修為18歲呢 以符合權力義務 等這個精神 也敬請各位同仁 行政部門大家來支持 那部長 因為查德案啊 社會大眾都一片姆沙沙 但是在經濟委員會呢 也已經討論過很多次 那很多的委員也認為 為什麼我們行政部門不一次把它釐清楚 因為所有的資料 就在我們的行政部門裡頭 就在公司裡頭 我想現任的 幾乎都 不是當時的在位者 那但是政府是一系列的 是連貫的 部長 在討論了這麼多次 您剛剛還說要配合 配合 那你是主席事者的主管機關單位 你願不願意 就一次把它釐清楚 告訴社會大眾 有沒有問題 是我跟委員說明 因為我們非常仔細的把相關的歷史過程的 捐證資料都看過了一遍 看過了你認為有沒有問題 你認為有沒有問題請教 書面資料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特別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就有問題啦 為什麼 你的書面資料沒有 可是社會大眾一片華爛 那 關於大家的 那政府也有這個權力跟義務 要去給社會大眾說明清楚嗎 因為你去詢問這個 這些已經退休的人員等等 我們認為應該要有相關的調查權的人來 該當怎麼辦 不管退不退休啊 是 今天社會大眾認為這麼重大的一個案子 因為退休的人員已經退休了 所以我們 一定要找相關的政風人員來 用 詢問的方式 你什麼時候找相關的政風人員 上一次有講了就是希望我們 什麼時候 儘快在一個月內完成 什麼時候 告訴本期 因為每一次的開會 我們得不到答案 不是 那請問什麼時候 請問 什麼時候啟動 從三個禮拜算嘛 三個禮拜算一個月 我們就會儘快在這個時間 請政風的人員來 所以我們給一個答案 就是說你在已經扣掉一個禮拜 是 剩下三個禮拜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到什麼時候 三禮拜一 什麼時候 部長 一個政府的微信應該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賴 不應當如此 一約 大概一約 中下 每一次都在 都在講小說啊 你要告訴我們答案啊 因為 請問什麼時候告訴我們 大概是一月十五號左右啦 一月十五號左右 差不多一個月 上禮拜四的時候尋答大家有關係 部長有承諾一個月內完成政風報告 如果十七號的話 剛剛部長也提到 那就是一月十五號提出政風的報告 到底是什麼時候 主席來時間這麼短的 請問一下 是什麼時候 請告訴我們 沒關係 不管因為上次怎麼樣 因為很多次 那就是一個月 就是 一月十七號 一月十七號 你還說一月十五號 趙偉提醒我 上一次答應的是 那個十二月十七號啦 是 那到底是什麼 一月十七號 因為以上一次的會議紀錄為準 所以我們一月十七號以前 把這個相關的調查報告 再補上來 對 達菲所問 本席請教的是說 你必須 你說 我們不清楚的 你說你因為有一些退休 你必須要請政風單位去查 是不是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請政風單位去查了沒有 就是現在正在請政風單位 針對相關的 請教查了沒有 ing了沒有 他們已經啟動了 他們已經啟動了 對嘛 你要回覆本席的提問嘛 啟動政風單位 那原則上會在 110年的 1月17號以前 將這份報告送出 是嗎 是 好 那就這樣子 所以本席因為一直聽 大家都一直在講這個問題 大家都 浪費時間得不到答案 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靜待 這個 報告 好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幾項呢 針對觀念的問題 台灣 地區呢 我們的第四是三高水級 但是有七成的水資源 是流入到大海當中 我們被列為 聯合國列為世界排名第18名的缺水國家 水資源的超前部署是非常的重要 23號你們又要開會 到底要不要停灌 要告訴 我們的農民 所以因此本席要請教 水情這麼吃緊 你們都告訴我們說 台南的南華 要有第二水庫 苗栗的天花湖水庫 新北的 雙溪水庫 那麼你都認為說這些要建 但是建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建 因為地方也有地方的意見 所以呢 我看到我們的中文水庫 是首先呢 將 這個安全 風險的安全性 納管進來 在安全的管理範圍內 所以本席是要 請教 我們是不是去盤點 將目前的水庫 你新的蓋不成 舊的要怎麼樣保護 是不是我們應該去調整 將這一些 比照 中文水庫的方式 將風險安全 納入進來 讓大家能夠安心 也保障我們現有的水庫 請教部長 是我們針對 中長期的這個 水源的這個 資源 不管是開發也好 不管是保育也好 我們現在已經 按照院的指示 再提一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呢 我們會到院裡面去核准 什麼時候提出來 請教 我們現在已經 剛送到院裡面去 因為院裡面 也非常慣心 台灣中長期的發展 這樣就對了 那我們盤到2030年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已經被聯合國 列入在全世界裡頭 第18個缺水國家 所以這個水資源的 超級部署 我們現在7成以上 水是流掉的 這太可惜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盡數的 包括剛剛本席所說的 風險納入到我們的 這個管理規範裡頭 是嗎 是 有包括這一項嗎 有 我們一起努力 來接下來 月鼠 這個觀念問題 月鼠 這一次的月曆 很漂亮 但是有了問題之後 民間人體 告訴我們說 我們那個名字寫錯了 我們怎麼回覆 請教署長 我不知道報紙寫得正不正確 我們怎麼回覆 是 報告委員 因為這一次的月曆 大概用首會的方式 本席職請教 我們怎麼回覆 是 我們針對 因為首會跟圖鑑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些 外界看法有一些誤差的部分 我們會請相關分類的老師 外界看法有一些誤差到底是誰對 我們有沒有錯 這個見仁見智啦 因為那個分類滿專業的 到現在已經中華民國 這個109年12月21號 再幾天我們就要掛新的月曆 到底我掛的那個是對還不對 月曆上面 他也是一個教話 本席再請教 當有人提出質疑的時候 我們月曆怎麼回覆 我們都非常感謝他們的指證 署長 你這樣就對了 可是報章寫的不是這樣子 你說了我們非常感謝大家的指導 我們的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說什麼 因為首會的風格才會產生誤解 後面還寫上一句 也希望用謾罵的方式 表達意見的人士 到此為止 不要再降低自身的格調 這個是真的假的 這個主要是說 因為他們對專業的部分提出來 這樣的語言是真的假的 他們提出來專業的 因為你是很禮貌的人 本席看到這樣子 如果這個文字的確是出自於我們月曆 哇那這太恐怖了 跟委員報告 這個文字是真的假的 主要是表達說 請教 這個文字是真的假的 這個文字是在我們新稿上面的 那你認為這樣適當嗎 針對專業的部分 我們都非常謝謝他們的指證 但是 主要是表達說 不要針對你們的指證 你認為這樣適當嗎 這個我們會整個再來檢討 坊間都在說 不可以建設當上去 那就糟糕 到現在 還沒有告訴民眾 到底是 誰有錯 這不對的 該當沒有錯也要告訴社會大眾 該當有錯我們要認錯 是 好走也會對面 是 但是如果用這種文字 就讓人家嚇一跳 政府部門用這種文字 這個我覺得 非常的恐怖 署長 這個我們會整個來檢討 因為這個跟你的style不一樣嘛 所以 請好好的 去告訴社會大眾 到底是對還不對 好不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 本期最後一個提問 因為部長也在這邊 那當然農委會呢 也是經濟部所主管 這相關單位 農委會 不是啦農委會是單獨啦 水支援 沒關係 來來來 請農委會嘛 來請 來農委會 來 副主委請 大家在笑 一切的經濟 來自於農委會 佔一半以上 以農立國的台灣 政府橫向的組織非常的重要 所以本席要提出 也就是說 11月30號 台鐵發生了這個崩塌的事件 才 做好 馬上又崩塌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也就是說 這一次的崩塌 是告訴我們說 土腦的含水量 早已經飽和 但是它沒有達到 土石流警戒 有效降雨量的一半所致 所以馬上通車 馬上 又下來 民眾受苦 受苦的是什麼 整個經濟面 貪掉了 所以政府的橫向很重要 所有的 那些的貪方 貪商都說 我們都沒有生意 沒有人有辦法來 而且人家也會 所以農委會你是專家 本席要求我們具體 去檢討 我們去檢討 部長 你在這邊也聽到 因為本席認為 我們要先把觀念 正確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做 如果我們依照 以往 甚至921之前 我們的條例 還是這樣 含水量還不到一半 所以爛變 我們的邊波等等相關 的加強不用 那 現在已經產生這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處理 所以本席具體建議 請 農委會這邊 因為你影響的是整個層面 那我們希望在更新土石流災害應變計劃 好好的去做整體性的一個檢討 因為現在地球暖化的問題 有很多 是我們沒有碰過的 它竟然就會 產生 就像這個案子 在你們的法規內容條件 是還沒有達到 但是它都已經再度攤下來 你認為本席具體的建議 請問你的看法 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回去會責成那個水保局 水保局他負責土石流的 這個 警訊系統 那我們對於那個 含水量 特別是邊坡的一個含水量 的一個 評估 應該 也要做一些評估 過去他們對於含水量還不足 不到 土石流 不到土石流的部分 他們不會發出警告 對 那 這一個部分 我們 回去會責成水保局 針對於土石流 達到一半 或者是說 它的危險程度 再做一個 更明確的一個 通知 那請你們去做一個盤點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件再發生 所以在目前的法規以及我們的行政命令條件之下 我們不足以來應對民眾的受害 所以我們希望整體進去調整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副主委 謝謝楊維 謝謝楊召委 謝謝楊維